在第一场比赛孔令辉以21比16获胜 那么事实上在孔令辉对他个人来讲今年是26岁 而相当于现在画面上看到的瑞典的好手华德纳来说 今年是36岁 所以足足大的孔令辉有10岁 当然华德纳的国际比赛的经验呢 也足足多了孔令辉有相当的时间 华德纳是92年巴塞纳奥运会个人男子单打的金牌 所以在男子单打奥运会场上 华德纳的经验呢 要优于孔令辉许多 在过去这一年多来的时间里面 两个人在各个大大小小的国际赛当中交手 那么结果 孔令辉虽然是赢的比较多 但是真正厉害的是刘国梁 刘国梁是专克华德纳 没想到刘国梁是在这一次没有碰上华德纳 没想到这一次刘国梁在四强赛事竟然是输给了华德纳 以0比3输给华德纳 第二局双方打成了一个1比1 孔令辉这场比赛如果能够先拿下两局的胜利的话 对于这场比赛他个人的一个气势啊 相当相当有帮助 两个人像他练球一样的在那边反拍推 好 这个时候华德纳先发力 但是没想到发力的第二拍球竟然是出了剑 刚刚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巧 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巧 这个球打得巧的原因是两个人反手对推 没有人先发力 往前放小球 这个球华德纳再度的大意 1比3落后 好 孔令辉 碰到华德纳这一个发球之后 就起第一板的快攻球 结果可惜没有杀进去 3比2 孔令辉领先一个球 刚刚讲黄德纳事实上在过去碰上了刘国梁啊 在过去一年多碰上大陆另外一位好手 就是本届男子奥运桌球同牌的刘国梁 碰了就输 刘国梁在最近的六场比赛是以6比0轻取华德纳 没有想到本届奥运会的四强赛碰到了华德纳 竟然是以0比3输给了华德纳 否则的话 今天这一场也就是这一场比赛的男子奥运单打金牌之争 又会变成了大陆队自身金牌 也就是刘国梁会碰上孔令辉来争金牌 球场上是瞬息万变 在这个时候孔令辉反而是以一球落后给华德纳了 华德纳的反拍回击挂网出键 双方4比4 又是第二个球碰网出键 孔令辉连下两球都靠着华德纳的出键球 15 华德纳退到中台 两个人都退到中台拉球 华德纳这个拉球没有过往 今天这场比赛 华德纳跟孔令辉在中台的相持对拉的过程当中 华德纳每拉必输 也就是今天华德纳在跟孔令辉的两个人相持的功力上面 今天华德纳的表现明显是略逊一筹 好球这个变线拉弓 华德纳拿下一分 6比5 孔令辉只领先了一个球 这个弧圈拉得好 孔令辉虽然速度快碰到了球 但是回就已经不急了 再变线 孔令辉的变线 华德纳也变线 华德纳再度的杀球触往出键 在这四个球里面 华德纳三个球触往出键 5比7 华德纳落后两个球 这个揭发球没过往 7比6 孔令辉只领先华德纳一个球 华德纳起反拍 这个第二板的反拍 华德纳等在这个地方 事实上感觉像是胸有成竹的起反拍 没想到这个球来得太炫了 华德纳反拍倒炫往上拉的时候 这个球整个是成一个弧形的飘种 稍微输了一点往 华德纳接得到 华德纳接到之后 有点lucky的味道 孔令辉回击出键 双方是一个8比7 我们看他慢动作 这个球 华德纳的回拍反击相当的深 所以导致于孔令辉在攻击的时候 不好出手 出手因此用力过猛 球出台 华德纳这又是一个反拍出界 今天在第一局的时候 华德纳个人的失误 在第一局发生了有六次 失误的比例虽然不多 但是在第一局却让华德纳丢掉了 到了第二局 华德纳的失误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太多的改善 所以让孔令辉一路之下 取得了10比7领先 访观我们各位观众 我们来看看桌球场上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 失误的一个次数 导致这场比赛的输球 那么我想在很多的 球类运动比赛当中 这个失误球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谁失误的多 谁就注定要输这场球 那么我个人的看法 在印象所及 比赛是最严重的 其实桌球就是其中的一项 篮球场上失误也很多 但是会失误到影响 一场比赛的胜负 会发生 但是不如桌球场上 桌球场上往往 一个数据上统计 这一局这位选手 失误的要比对方来得多 输球的机率就大的 非常的多 好 在这一个时候 孔令辉 我们再看看这个慢动作 孔令辉这个球没过往 在这个时候 十一比九 两位选手在这场南单冠军决战当中 敖战到了第二局第一局的时候 孔令辉是以一比零获胜 在第二局孔令辉仍然是保持一个小幅的领先 刚刚讲到的是华德纳在第一局的时候失误 高达六次之多 而在这一局也是第二局的比赛当中 华德纳的失误也来得多 这一个球是差一点造成失误之后 触往的一个lucky ball弹到了往前 在第二局 华德纳把比分追成了十一比十一了 刚刚是落后两个球 现在两位选手在第二局再度打成了一个平手 现场戴着围巾海盗帽子的这些 象征着锐铁人老祖宗的这些球迷们 在现场帮华德纳是大喊大声的呐喊加油 孔令辉第一拍 哎 lucky ball 这个lucky ball 精彩 十二比十二 你看这精彩慢动作 先拉斜线 孔令辉的反拍挡直线 这个球刚好挡在这个球台边的线上 双方又开始相持了 这个中台华德纳的环节 是这场比赛的第一次的环节成功 而且是环节得分 变线变得相当精彩 好 华德纳取得了十三比十二 道理先一个球 现年三十六岁的瑞典老将世界排名第七的华德纳 那么在本季奥运会的时候表示了 他在本季奥运会打完之后呢 个人可能考虑要退休 所以希望华德纳 华德纳自己希望在本季奥运呢 能够为个人再拿下一面金牌作为退休的一个最佳礼物 但是以这场比赛碰上的大陆孔令辉来说 想要拿金牌可能还相当的辛苦 好球 华德纳这个球高压杀球杀得漂亮 但是孔令辉的回档更是技高一球 我们要看刚刚这半动作 掉直线孔令辉接到 华德纳再回击孔令辉在中台的反拉 这个球倒拉回去 十四比赛 孔令辉领先一个球 往前放小球 华德纳起反派 孔令辉杀球出键 十四比十四 双方在第二局是速度的平手 而且是互有领先 这个时候又是孔令辉的回击球出界 让华德纳拿下了第二局的第十五分 掉小球 华德纳的反派 这个反派起的相当的快 但是可惜没有打进去 所以在第二局打到目前为止 又是一个十五比十五 在第一局的时候 两位选手曾经打到了十四比十四 所以说两位选手实力相当 两个人判临场的瞬间的技巧 发挥跟反应 我们正式决定胜负的最主要关键 也就是说两个人打到十几球的时候 一旦打成了平手 如果以这样简单来分析的话 谁能够在第一局 比如说十四比十四平手 发挥的稳健十五来得少 胜算来得高 第二局同样 十五比十五平手的情况之下 只剩最后的六个球 也就是六分 减少失误 攻击得点 是获胜的博尔法文 连续两个球 华德纳先抢下来 华德纳拿到了这一局比赛的第十七分 十七比十五 华德纳保持领先的话 第二局就能拿下来了 两个人中台又是对拉 还挡得过 再来 哇 这一个球中台的相持啊 孔丁辉这个球 球球回击的过 我们看慢动作 反拍 连续反拍 再反拍 华德纳回击初截 十六比十七 孔丁辉落后一个球 华德纳领先 孔丁辉的第一板软球 放小球过往 这个球还带消的味道 华德纳拉球没有过往 十七比十七 同样的十七比十七 距离最后只剩下 比赛结束还有四分 再赢四个球 谁的失误少 谁获胜机会大 孔丁辉的发球后起 快板没有过往 孔丁辉目前以十七 比十八 落后 华德纳一个球 现场的观众 看这场男单决赛 看的是 全场的欢呼声 掌声不绝 孔丁辉 这个球过去之后啊 华德纳的回击变线打直线 也出了键 这又是个十八比十八 越接近到最后的二十一分 越让人家是捏把冷汗 孔丁辉杀得好 华德纳挡得也好 结果没想到 在第二次起板的时候 华德纳这一个回球 回得过高 结果也没有过 十九比十八 华德纳危险了 又小心了 要不然这场比赛 这场球第二局 打到第四 球败上面都是汗水 华德纳在这个时候 不是五球迁击发球时间 是自己在发球的时候 还赶快稳下来 为自己擦擦汗 华德纳再一个球 是没有过往 因此华德纳 再一个球再miss 就要输掉第二局的比赛 我们在第一局 华德纳已经输掉了 五战三胜制 华德纳这一个侧身 拉斜线的长弓球 打进去 二十比十九 来看看这一个第二局的 孔丁辉发这个 关键性的球 这个球让华德纳拿掉 拿下来 就打成了deuce 这个球孔丁辉要拿下来 孔丁辉就连下两局了 这个球影响很大 放小球 放小球 华德纳起拍 孔丁辉拉长弓 华德纳反长弓 华德纳变线拉直线出键 孔丁辉在第一局 以二十一比十九 是再下一局 看着孔丁辉的总要头 蔡振华在旁边都站起来 拿了水 然后双 这个单手 左手握拳 做加油鼓励转 这会儿华德纳紧张 这真紧张 难不成这场比赛 真的要被孔丁辉以三比零 打下来吗 在华德纳 声称要打这是 最后一届的奥运会 难道在冠军决战 是以零比三 被孔丁辉打下来吗 华德纳当然是不甘心的 我们看看这几个慢动作 往前放小球之后 华德纳先起拍 两个人斜线对冲 华德纳再来一拍 便直线拉弧圈 球没有拉进去 孔丁辉是高兴地握拳大叫 好在第二局 孔丁辉21比19获胜 孔丁辉目前在这场比赛 取得了2比0的领先